請你幫我吃飯鍋 很多人誤以為 尤其吃素想要補鐵的人 他都誤以為說 櫻桃鐵很多 葡萄鐵很多 對 蘋果鐵很多 是 水果裡面有告訴你 是 天洩 奪命吳森席 其實幾义平血 我們反而比較不會太害怕 因為很快就找到原因 趕快處理 要不就哪裡出血 要不就哪裡有狀況 慢性平血才是最容易被忽略 我曾經遇過最低的 我們都有經驗 只剩一點多到二 那正常選數要十二 女生要十二以上 二他等於是一般人六分之 還可以 還能工作 還能工作 那個Cas我印象很深刻 他賣豆漿店 每天早上三點 他是豆漿店的媳婦 每天三點要起來弄豆漿 他是不是太累了 對 我們的結論後來 應該喝豆漿 可以讓平血可以撐很久 所以他才會 平血了嗎 小地方就看得出來 假設翻開來 它非常的蒼白 那我們就是會懷疑 往這個方向去想 那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嘴唇 有的會是白色的 如果裡面黏膜都看得出來 很白的話 那很嚴重 很嚴重 他同時除了黏膜會變成蒼白 他舌頭還會變成紅舌 然後指甲會容易斷裂 他會容易傷心好嗎 他那種紅 不是那種氣的玄華好的紅 就是僵死之前 然後回光反照轉 什麼 致命貧血不要來 針對體質開菜單 最多食用密集 轉台你就虧大囉 我們國內要做為一個調查報告 也就是在19歲到50歲的 女性朋友當中 貧血率啊 大概是高達了25.2% 也就是四個人當中 有一個人一定就貧血 那貧血的話大家怎麼辦呢 你會去看醫生嗎 好像不會 不會對不對 對啊 貧血需要看醫生嗎 所以你會認為它是一種病嗎 頂多就是請旁邊的帥哥扶一下 是這樣子而已嗎 你這個 這個處方籤很厲害 對啊 所以有時候我們對貧血 到底是一種症狀 還是一種疾病 我們這裡面可能有一些迷思存在 我們後來稍微的探討一下 好不好 來 首先我們幫大家整理了 好 貧血三種迷思 先來看看第一個 第一個迷思要怎麼樣來搶救 體虛的林泰宇呢 一次一 蹲下去站起來 眼貌精心就是貧血了 是不是這樣 來 自我判斷 圈叉才幾個倍 蹲下去站起來 歐按鈴 有沒有 眼貌精心 圈叉 請選擇 圈圈叉 後面圈得多 一定是 打爆票 從小就這樣子被教育 就是嚴重的貧血 對 對不對 然後常常會有眼貌精心嗎 小學的時候 我媽媽一定會跟我的導師交代說 體育課不要讓他一直就是說 在太陽底下曝曬太久 或者是站立太久 周會的時候 可不可以讓他盡量在教室休息 然後你不可能每一次 人家周會你都在教室嘛 你還是必須下去操場 可是周會都很久對不對 我只要一站 砰 就倒啊 就倒 就會一陣暈眩 然後眼前泛黑 然後就下 就倒 就被送到保健室了 平血不能曬太陽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站太久 你人緣很差 旁邊都沒有人扶你喔 我跟你講 冷不防就下去了 我們個頭高 都是在排頭 平血不是不能曬太陽 是不能站太久 是站太久 我剛才說周會都很久嘛 不能曬太陽是吸血鬼啦 對 好問題啊 所以我就一直 吸血鬼血吸不夠 對啊 就平血 常常一直就是小學就 這個對我來說是家常便飯 我很習慣 就一天到晚都是 保健室就打給我媽媽說 你女兒又倒了 又暈了 又倒了 對 媽媽好怕接到電話 是 所以我媽媽就說 因為她平血 因為她平血 就是一直 所以我覺得 我很嚴重的平血 了解 來 馬淇 我也是平血啊 我也是從小平血 而且後來我 怎麼高的人都容易平血 寫到我的平血 打不上去是吧 打不上去 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是從小就平血 而且我從小 我的手腳是冰冷的 對啊 手腳冰冷 然後每次我去 以前 反正現在也是 我只要去看任何的醫生 然後人家看到我一定就說 你一定有平血 我說為什麼 她因為像 現在十個戰爭 九個白啊 現在 沒有 她說像我們那種白 可能我的是比較蒼白吧 她看到她就說 你一定平血 她就幫我量 然後果真我就平血 她說 我說那醫生怎麼那麼厲害 你光看就知道我平血 她說像你們這麼白的女生 而且你看你跟人家比 你就特別的白 她就說我平血 對 就不像榮家 曬成這樣這麼簡單 你就沒有平血 那可是我矮我也會平血 然後你也打不上去 我也打不上去 但是你選擦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說 我自己認為 平血的人應該一定 會有這樣的症狀 但是一般正常的人 你做瞬間的動作的話 我覺得應該都多多少少 會血突然流不回去 蹲著站起來也會 對啊 我覺得 但是我看過真的平血 妳認為它是一種正常生理性向 對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這個狀況 來 陳醫師幫我們解答一下 從以上來看 不論是長得高 長得白 長得黑 長得高 矮 其實都有平血的危險 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就是 小心 平血就在你身邊 我一般會覺得 平血要很嚴重才是 是啊 剛剛提到那些症狀 只能榮家講的對不對 應該是短時間 你的腦血打不上去 所以這個答案其實是錯的 錯的 其實在是不是這樣就是平血 不一定 不一定 不可能說就不一定 但有平血的人會這樣嗎 基本上一定會 一定會 平血一定會 不平血也有可能會 對 就這樣 但是我覺得孟子以前講 關其毛子人煙熟災 其實眼睛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表皮 你說變白 現在好多女生 寧願平血 不要皮膚黑耶 對不對 對 寧願平血 對 但是在眼睛 尤其是這個結膜的地方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如果太白 甚至平血嚴重的時候 肝膚人受損 甚至有一點偏黃 它有一種極端的例子 如果你的平血 是因為你的血球有問題 這種血的吸收很差 它甚至 鞏膜會變成藍色的 所以你遇到眼珠子的旁邊的鞏膜 變成藍色的時候 當然第一個先小心 是不是有混到外國人的血 這是飛地不入 飛地不入 很好看 對 但第二個其實就是有時候 嚴重的鐵的吸收變差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大家常聽到的 包含皮膚變白 變冷 因為大家想一個道理 當你平血的時候 你氧氣的交換跟帶換 就比較差一點 所以血液循環會比較差一點 但另外一個 你血 雖然其實平血的人很好玩 它血液的總量是多的 但是它的吸氧的量 比較差一點 就是你 你道路上很多交通工具 但是每一台車只能載兩個人 還不如一台車 可以載公共bus來得好 所以相對來講 它就很多的血 你身體就要打來打去 心臟就要用力打 所以包含呼吸又比較喘 甚至於血不夠的時候 你到肌肉 同樣在平血 男生在這些動作的時候 比較不會那麼不舒服 因為男生肌肉比較有力 還有像左邊這邊的 包含容易疲累 甚至嚴重一點點血壓略低 也是會有影響的 昏倒那也是標準症狀 對 胸悶也會 還有一個皮脹變大 大家比較不容易自我診斷 對 因為如果摸得到 自己皮脹變大 那我... 對 常常就是 我老公會說我脾氣很大 他就知道皮脹有變大 皮脹不負責管脾氣 皮脹是一個 負責銷毀血球的地方 所以很好玩的一點 如果你貧血嚴重的人 很多人不一定是缺血 他是血太多人 血太多你要被破壞掉 等於皮脹就是 紅血球的垃圾場 那你製造太多 皮脹會變很大 那彭醫師 還有什麼 貧血的症狀可以補起來 彭醫師也好白喔 對不對 你有沒有貧血 你還好吧 所以我白裡有透紅嗎 有一點 是蒼白 像白紙這樣子 你跟馬姐在切割就對了 對... 我跟他白血在切割 其實貧血最主要的症狀 還是覺得 就是莫名原因疲倦 然後覺得精神不濟 然後他會伴隨一些 比較點心 像頭暈 心悸 胸悶 四肢會麻 然後剛剛講的一些 怎麼蹲下 會頭暈啊 會頭暈 就是血打不上來 然後覺得血量不夠 他最剛開始其實 暈的症狀是很明顯的 如果會有症狀 乙子的症狀最明顯 他其實不會怎麼樣 但是有時候還會影響到 貧血還會專注力不行啊 對 這個美國小兒科醫學會 記憶力喔 記憶力喔 我真的 我朋友 他真的就是這樣 他是貧血到變成透明的 就很白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是透明跟他拍照 他就會整個好像要 透到那個牆壁裡面 然後他真的就是 你確定他是你同學 對 他後來才變這樣的 然後他就是要回家的路上 他完全講不出路名 他就 他講不出來 我們這次很嚴重的貧血了 對 其實輕度的貧血 他們研究這個 五千個小朋友 就是學齡期的 然後發現他的成績 數學成績 有貧血的小孩 表現得特別的不理想 對 所以會影響到你學習 跟你腦袋運轉邏輯的能力 那嚴重的 小朋友也很多會貧血 真的就像那種 從小就貧血的比較多 對 那個算是天生的嗎 對 體質的關係 體質關係 對 所以很多小朋友 亂那個書念的不好 坐在那邊 一直積不起來 積不起來 還真的不能亂怪 而且常常有小朋友這麼小 他就告訴你媽媽 我手會麻 腳會麻 就是真的要小心 我們可以有幾個地方觀察 剛剛那個陳醫師講 這個眼瞼 現在眼瞼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假設翻開來 它非常的蒼白 那我們就是會懷疑 往這個方向去想 那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嘴唇 下唇的顏色 就是把它翻開來 看這個下唇內的黏膜 或者是牙齒的下齒影 怎麼看 就是把它翻開來看 然後呢 有的會是白色的 如果裡面黏膜 都看得出來很白的話 那很嚴重 很嚴重 它同時除了黏膜 會變成蒼白 它舌頭還會變成紅舌 然後指甲會容易斷裂 紅舌 會容易斷裂 是不是很好嗎 它那種紅 不是那種氣味玄華好的紅 就是僵死之前 然後迴光返照 這下唇的 這種形容詞 不是 這個很難解釋 這變成有變透明的 這變迴光返照 原來貧血這麼嚴重 問題 所以妳這樣說起來 貧血如果嚴重 它是危急性命的 其實是對生命會有影響 因為那舌頭 一般舌頭就是講過 它要紅色 但是有一點薄白 它也表示有胃氣 那眼睛就是整個 貧血道沒有胃氣 它舌頭是很光滑 只是它本來那個紅色素 所以是很光亮反 看起來是很紅 當然是不好的 是貧血的舌頭 所以到底形成貧血的原因 有分成哪幾類嗎 這一次 妳了解它的一生 就知道它為什麼會這樣子 紅血球 我們講貧血 基本上是紅血球不太夠 這是簡單的定義 對 那紅血球從哪裡製造呢 從所謂的骨髓製造出來 所以如果骨髓 沒辦法製造的時候 它就會貧血了 那最嚴重你就知道 有一種叫做 就是它骨髓整個功能有問題 製造不出來當然沒有用 那種是比較屬於 遺傳性的比較多是不是 目前研究是跟遺傳的基因有關係 對 然後形成了紅血球 紅血球其實它最後 在血液裡面循環的時候 最後會在皮脹破壞掉 對 所以如果你的皮脹太有功能 本來在這個紅血球 在身體裡面循環 要120天才要受終正寢 如果你皮脹太有功能 不斷地破壞它 有些免疫的狀況的時候 你紅血球會很短命 你怎麼製造也來不及 當然還有一個在腸胃道或肝 我們剛剛提到了 你如果腸胃 你的元素來得不夠 像鐵 你的鐵的吸收不夠的時候 也是一個因素 那還有一個肝 你如果肝功能不好 它的肝很快的代謝掉 也是一個因素 所以你了解它一生中 四個重要的點 從骨髓到它的血清裡面 到皮脹到腸胃肝這個部分 其實每一個關卡都會影響到它 每一個點出問題 就可能貧血了 對 這很廣泛 所以你剛剛說了 這個如果是 這是原因之一啦 對 那以種類來講的話 你剛剛說一個是 再生性的遺傳性 遺傳像大家很流行的 地中海型貧血 剛剛講的 再生不良性貧血 是一個比較少的例子 地中海型貧血 大家不要太在意 因為台灣的統計 大概百分之五到六 左右的人會有 所以二十個裡面 就應該會有一個 地中海型貧血 可是它比例算高耶 算高 它是一種遺傳性的 我們家 我記得我生第一胎的時候 孕婦不是要被抽血 有沒有地中海貧血嘛 結果我有 然後醫生還要求說 我老公也去抽一下 驗一下 結果兩個都有 那現在醫生還得到的 一定有 對 比例非常高 而且它還不是只是有 如果你運氣不好 它對於孩子的 好像整個腦還是什麼 是有一些影響 還要看哪一型 所以你們兩個是 後來客人是不同型 各種型不太一樣 它表現不太一樣 還有重症跟輕症 輕症就像靜純這樣子 長得漂漂亮亮好好的 人眼人高 馬大 對 那重症的話 其實就很嚴重的 其實它在成長發育上 連骨骼都會受影響 它皮脹可能要不斷地輸血 因為它的血球 不斷被破壞 可能到八歲 十歲 甚至要做皮脹的切除 因為它的血球是有問題的 皮脹不斷地在消耗 這些垃圾的時候 皮脹會很大 所以這是重症 比較辛苦的地方 對 那第二個部分 其實就是排出去太多了 最常見女生就是流血流太多 所以精血太多是一個問題 那男生不要以為沒有精血 就沒問題 男生有腸胃道 像胃 男生的壓力大 抽菸喝酒 其實胃的出血 他可能沒有注意到 還有一個甚至大腸 大家知道大腸還在 逐年比例地增加 還有一個男生會忽略掉 其實是痔瘡 痔瘡破裂 痔瘡其實破裂 他可能不好意思講 其實他流久了也會有影響 那最後一個 其實反而是大家討論最多的 叫做營養攝取的問題 那營養攝取影響就很大了 因為大家現在的飲食 比較偏差比較多 但是我要先講一個概念 大家知道身體裡面的鐵 到底有多少嗎 因為大家在補血 都講到要補鐵 對 我們一個70公斤左右的人 其實你身體裡面總共的鐵 才3.5到4公克 這麼小公克 對 也就是一根鐵釘 你如果真的能把它啃下去 而且還是夠 東西收了 也就夠了 對 是夠一天還是夠一升 全升 平均值 所以不一定每個人都要需要 變成鋼鐵人補那麼多鐵 其實重點是在這些鐵 其實多數的鐵它不會排出去 它會在身體裡面 循環循環再使用 如何減少它不要流失 可以在這裡面適當的運用 這才是最重要的了解 可是這麼多瓶血的種類 是每一種都要注意 它都是屬於疾病類的 還是說特別是 譬如說你剛剛講 什麼胃出奇 對啊 是這一種才要 遺傳類的就比較尷尬了 另外一個我倒是覺得 有時候遺傳性的東西 不是壞事 像地中海型瓶血 還有一個叫鐮刀型瓶血 這個很好玩 因為這種雪紅樹它長得很特別 其實以前有瘧疾來的時候 這種人活得下來 我們正常的紅雪球 反而活不下來 所以你 如果你有地中海型瓶血 你要祈禱哪一天 突然世界的瘧疾在流血 就給你活下來 沒有啊 那這樣他們去 現在有瘧疾的國家 就不用吃奎泥了嗎 基本上 還是要預防 不是 那有那個瘧疾的國家 我們就先把淨塵送過去看看 謝謝馬姐 我們就投一班機吧 好 不過馬姐 妳因為瓶血 妳很多年了嘛 對 最嚴重的時候是 最嚴重就是我以前在作秀的時候 因為以前其實我也知道 我大概瓶血 可是我們從來就像 我們從來沒有去注意說 也不覺得瓶血有多嚴重 要去看醫生 對 只知道自己瓶血 那每次就覺得那個來的時候 就會特別的不舒服 只有這樣而已 還有一次我這肚子痛到 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 然後在工作的時候 就肚子很痛很痛 可是以為說是經痛 就去檢查 然後也檢查不出來原因 後來就有一天在工作之後 就昏倒了 就可能是因為那幾天 真的都沒有睡好 然後就昏 就是莫名其妙 就要坐著坐 等著要上台 然後突然就 就好像停電了這樣 你知道嗎 那我旁邊的助理就嚇死了 就一直拍我 一直拍我 一直叫我 那後來過一會 我又起來 他就覺得說頭好暈了 怎麼會這樣呢 然後就趕快就送到醫院去檢查 醫生就說我貧血 然後他也說不出來 他說可能是你最近太勞累 然後加上你嚴重的貧血 然後他就檢查說 是不是我們家人都有 地中海貧血 還有我們每次病血 不是說血紅素要急嗎 說是要8到12還是什麼 女生 女生 12以上 男生是17 我從來沒有超過8耶 真的啊 難怪你們這白裡透白 對啊 我這白裡透白 我一直都是在 大概在6 6很低耶 最高最高就到8 那你應該會不會流下來輸血 一般8以下會不會流下來輸血 真的啊 我想在貧血 有分急性跟慢性 急性大家一定會來到 因為你身體一定有流血 很快的就不舒服 其實急性貧血 我們反而比較不會害怕 因為很快就找到原因 趕快來處理 要不就哪裡出血 要不就哪裡有狀況 慢性貧血才是最容易被忽略 像媽姐就是這樣子 對啊 你跟他講 你6點多很嚴重 他會說 我以前都是5啊 他還覺得還加1了 還不錯 而且你每次去驗都這樣子 那我就想說 我是不是天生就是 只要這樣就夠了 我其實也很美 白白的 但是慢性貧血的症狀 從輕到重都有 最輕的有一個症候群 叫 怎麼樣呢 就是人很累 要睡睡不了 要醒醒不了 然後脾氣又要懶得動 變懶變笨 這個也性別歧視 這不是看 不好意思 他真的名字叫 家庭出戶症候群 因為他是女生比較容易 然後在家裡比較容易 不是職業婦女 所以他不用急著上班 他就會有種症候群 所以你看輕的從這樣子 重的呢 我們剛剛提到 再生不良性貧血 它一開始呢 是貧血的表現 越來越嚴重 甚至身體會淤輕出血 其實都是嚴重的 癌症型的一個表現 那輕一點的 輕一點的 就像馬姐這種血紅素 6上下的 這個叫輕 它這個6很重 它是中裡面的輕 對啊 你看他活得好好 通告也是可以上 人也長得漂漂亮亮的啊 你不要喘 你不要喘 我很怕你待會會昏倒 其實這種 他血紅素那麼低 他反而日子過得還好 他只要不去激烈運動 用氧氣 我曾經遇過最低的 我們都有經驗 只剩1點多到2 我們正常血紅素要12 女生要12以上 2他等於是一般人6分子 還可以 還能工作 那就是透明人 還能工作 那個Case我印象很深刻 他賣豆漿店 每天早上3點 他是豆漿店的媳婦 每天3點要起來弄豆漿 他是不是太累了 對 我們的結論後來 應該喝豆漿 可以讓平血 可以撐很久 對 他才有 不過他後來是真的來矯正 因為他有一個問題 他有一個不斷地在出血的問題 是 但是我剛才想到一個問題 比如說像馬姐6 或是有的人血紅素6以下的 如果我長期置之不理 因為身體重要的器官 包括大腦它是需要血液的供輸 對 那如果我長期就是血都不夠 會有什麼內臟耗損衰竭 或者是壽命的問題什麼之類嗎 剛剛那個圖給大家看 其實跟血有關係的器官都有影響 心臟會變大 因為你的血紅素不夠 所以它要比較多量的血 這個血比較稀嘛 心臟長期負荷之下 就像懷孕的時候 靜存有懷過孕嘛 懷孕的時候 其實你身體要多負荷 40%到50%的一個血液的量 正常他這個身材 可能4公升左右的血液 懷孕要變成6公升 你一個心臟本來是負擔4000cc 變成6000cc 打久了其實心臟容易壞掉 我必須要回應陳醫師講 因為我才剛生完第二胎 我小孩才一歲三個月嘛 所以我印象還非常深刻 因為在產臺上面的時候 因為我寶寶快3,900 那剖腹慘的時候呢 局部麻醉而已 所以我們都還很清醒的知道 呼吸器 然後都很知道 醫生護士在做什麼 突然間呢 你就聽到那個醫生一直說 靜存還好嗎 還好嗎 我覺得我一直有一種 好像就是一直要微下去 要睡著的感覺 可是那是累 生產的累 對 可能緊張又累 我當時是這樣子想的 後來我就知道 因為就表示說 醫生一直在注意我的反應 注意你們的狀況 結果我都沒有力氣 我通常還會 我連喝的那個力氣都沒有的時候 我就聽到醫生跟麻醉師說 幫他輸血 然後我就聽到 後是啪啪啪啪啪啪 然後就開始輸血這樣子 生完之後到恢復室的時候 我的醫生用了好多那個 熱的那個毛毯 把我整個人包起來 一直戳我的手 我的醫生趕快過來 一直戳我的手說 加油 加油 就是快要撐不住了這樣 然後他覺得我嚴重的缺鐵 然後我就說 因為我這十個月 反應十個月 我不吃肉的 所以我就一出 回到普通病房的時候 我就已經被護士要求 要補充那個鐵劑好大顆的 了解 然後就是那一次我才知道 意識到說 每一個孕婦或媽媽 真的就是不能偏食 你一定要均衡的攝取營養 不能像我這麼任性 我才知道說嚴重到 你需要輸血耶 不然就快撅過去了 如果醫生沒有留意到 你這一點 你看那時候 你會有危險度的 對 是 我覺得 我覺得醫生比較危險 因為你的危險 我們會害怕 所以知道 平血的危險 都在這裡看起來 喂 因為你本來 順順利利進去開 突然這樣子 我覺得那醫生 我現在請那醫生 你嚇出醫生了 其實醫生的臉 比你的還白 他就想說 我就生著孩子嘛 你怎麼搞醫生 那天出大輸血 為什麼要幫你輸血 那是因為你沒有辦法 清醒地看醫生怎麼進去 他就邊打氣 在鼻子 那我就覺得他跟著我回恢復 是一直幫我戳 所以他真的 竟嚇到了 有嚇到我 他不是很嚇到 暈眩到我冷汗 暈眩到我冷汗 除去還沒有嚴重的案例 對 除了剛才 比如說有提到 像那種有時候 家庭主婦症候群 頭暈 不舒服 有些人會喘 然後會幹嘛之外 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有個新聞很特別 就有養一個十五歲的女生 就在新竹 然後她就說很奇怪 之前不是天氣冷得要命嗎 很冷的時候 但是那個女生 她就是還是很想吃冰塊 她不論 就是天氣多冷 她如果不吃冰塊 她說她會覺得心悸 她會覺得頭昏 她就覺得整個人不舒服 她一定要吃冰塊 她會想說你笑 真是感到 後來就是帶她去給醫生看 說為什麼這個女生這麼奇怪 她一定要啃冰塊 後來發現什麼事呢 原來這女生 她其實每次月經來的時候 她的月經經血量都很大 然後她又挑食 她就是很討厭吃肉那個女生 所以她非常非常非常嚴重的貧血 然後後來貧血 原來會造成某些 就是你會想吃一些奇怪的東西 像大陸有一些 她會想吃泥土的 想吃鐵釘的 都有 有可能是會貧血的關係吃 對 因為嚴重的貧血 甚至影響她對食物的那個選擇 好特別 真的 所以這也是一種改變 你知道 都要留意一下動態 對 好來 那各位 緊接著第二個迷思來了 圈插牌請準備 好 我們來看 瘦子是貧血的高危險群 胖子就不用太擔心嗎 你看三位都是貧血都瘦 真的 胖子不用擔心嗎 圈插插 還是要擔心吧 後面插鍋 我覺得其實胖子還是 有人虛胖是不是 對 有人 還是我有很多朋友是胖子 可是她還是平均 好 真的啊 怎麼會呢 就是飲食不均衡嘛 怎麼會啦 沒有 沒有 我老去看她 等一下 她就是最好的例子啊 她前一陣子飲食不均衡 對不對 看起來圓圓的 可是她還是平均衡 還是平均衡 這樣說有道理喔 所以這個問題的答案 是到底瘦子的專利 還是胖子有可能平均衡呢 陳醫師 身為一個健康的胖子的代表 我必須要講 重點在於營養均不均衡 以跟她健不健康 不在於她的胖瘦 好 我們剛剛提到 所以一直說 這道題目的答案是 其實 差 其實是胖子 胖子也要擔心的 對 很多胖子本來要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的胃有問題 他的胃有問題 大家知道 我們的貧血跟鐵的吸收 其實有關係 還有其他好幾個營養素 有關係 那如果胃有問題 他的鐵吸收其實會影響的 瘦子也會 那但是很多變胖變瘦的 剛剛提到 貧血長期嚴重的話 你的肝功能也會受影響 腎臟也會受影響 這兩個功能受影響的時候 通常會有點碰培碰培 其實看起來 也是有點胖胖種種的 其實他不一定是 不是貧血的人 好 所以呢 到底你有沒有一些 貧血的前因是 某些習慣造成的 對 來 我們這邊讓大家來檢測一下 好不好 五個習慣 五個 來 來看看第一個 包括經常結識減肥嗎 有 有沒有常常喝茶喝咖啡呢 來 再來 還是使用止痛藥抗生素嗎 以及 熬夜睡眠不足 還有 喜歡吃甜食巧克力 巧克力 來 各位 有任何的症狀的符合嗎 行為模式 我中四項 前四項 你哪一個沒有 你只有這個沒有 我只有甜食 我不吃甜的 馬姐 符合幾項 我 我啊 現在四項 以前五項 你哪一項 現在哪一項沒有 現在不用 沒有 經常結食減肥 這個 所以這五項的行為模式 跟貧血的關聯性是什麼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紅血球長什麼樣子 大家一直在講紅血球 可能不知道紅血球長的樣子 紅血球長得很特別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側面圖 它側面圖是一個雙凹型的 非常有曲線 為什麼要雙凹型 因為它要攜帶氧氣 所以這個雙凹型的氧氣的 接觸面才會大 第二個呢 紅血球它要能夠變形 你看它在最小的微血管的時候 它能過得去 如果過不去 它就會塞在那邊 所以有些貧血如果嚴重的時候 它的紅血球是有問題的 被塞在末端血管 有時候血管會壞死掉 了解 就是它嚴重的疾病 了解 所以你要讓一個紅血球 保持彈性雙面形 有時候不是只有鐵 也就是一棟建築物 不只有鋼良 還有一些製造彈性的 包含 所以為什麼你重要的是要 全面的補充 不可以我缺鐵 我就直補鐵 那你的紅血球就很沒有彈性 最後就不行 到微血管的時候 太硬就會塞在那邊 了解 像剛剛馬姐就說 我缺鐵 所以我紅血球比較小 其實也有大顆紅血球的 像葉酸不夠 維他命B不夠的人 它是大顆的紅血球 但是這種大而無盪 因為它攜帶氧氣的能力也是差 而且容易被破壞掉 對 有問題 所以身材比例剛好就可以了 濃鮮有度 回到習慣的問題咧 那這裡面有幾項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 經常結食減肥 其實你胃會受到影響 那你的 我剛剛講的 蛋白質維生素其實是不夠的 茶跟咖啡裡面的丹寧酸 其實會跟鐵劑結合 所以它的吸收會變少一點點 像對來講 剛剛講的止痛藥 抗生素 像Aspirin這一類藥 同樣它有一個問題 它會破壞胃的黏膜 對 那你大家知道 像有些抗生素吃久了 Aspirin 止痛藥吃久 容易胃出血 它除了抑制它的吸收以外 其實胃的出血又增加了流失 那像熬夜睡眠不足 就我剛剛講的 其實熬夜的人 維他人B不足 大家都知道 其實熬夜的人 會喝一點克服那一類的 或者是蠻牛 其實B群就是重要 因為B的不夠的時候 你的血球就會變成 一個不好的結構跟形狀 容易破壞掉 至於甜食跟巧克力 有幫巧克力講一點話 如果純的巧克力 裡面有一些類黃酮素 其實它是一個好的抗氧化劑 抗氧化劑有一個很好玩 它可以減少紅血球 被攻擊破壞掉 可以延長它的壽命 可是問題是說 很少人吃那麼純的巧克力 其實非常多是半歲前十 它裡面都有一些 精緻類的糖分 其實這些反而會消耗掉 維他命B 以及一些鐵的吸收 那既然講到行為模式 那我們用另外一個角度 叫族群的問題 蘇青有沒有什麼族群 它可能 它的行為模式可能比較容易導致 它有瓶血啊 第一個部分 一般來講啦 就是如果你是素食的族群 然後你又可能沒有注意到 攝取一些 比如你奶的啊 蛋也不吃啊 然後你甚至蛋白質 也都不是用很好的蛋白質 可能就是吃一些加工類的東西 像這一群人就相對容易 有瓶血的症狀 那第二群人 我覺得應該是現在最常見的 我覺得這種高壓的上班族 怎麼說呢 第一個 它剛好會符合這裡所有的模式 他們通常必須長時期的熬夜 而且在高壓狀態 然後呢 重點是他們每次胃痛的時候呢 就會吞一顆 比如說智酸劑或止痛藥 你知道嗎 你如果長期服用智酸劑 也很容易缺鐵 因為鐵需要在酸性環境吸收 所以之前就有一個實習醫生 就是他每天的胃痛 都自己吞智酸劑 有一天在手術房昏倒 才發現他貧血 對 就是 對 所以你看 通常我們的高壓上班族 第一個你就熬夜了 第二個呢 你又常常吃這些胃藥類的東西 第三個他們通常會用咖啡或茶 來提升 那茶呢 之前有另外一個案例也是 他就是 每次吃完飯之後 他一定會大量喝茶 結局呢 就長期喝了兩年下來 他也是嚴重的貧血 因為茶鹼會抑制 會跟咖啡那個 會鐵結合 結果他又不能吸收 所以你看 你的上班族 如果你符合這站 如果你又是女生 通常你還會控制體重 所以高壓上班族 他多半也是 這些貧血的高危險族群 然後第四 我覺得大家很重要 很多人都覺得只有女生 比較容易貧血對不對 其實男生貧血真的是警訓 當男生貧血的時候 有時候會是很嚴重的疾病 當然像剛才的痔瘡可能 像我們之前李前總統 他其實在發現大腸癌之前的 前一年就是一直有不明情況 奇怪他就是貧血 他明明沒有偏食 但他持續男性在一個貧血狀態 果然隔了一年之後就檢查出來 他還有大腸 所以這就是定期檢查的重要性 那彭醫師有沒有這個 不同的習慣造成的貧血 我們怎麼來補救的 所以其實我們還是要看原因來治療 對 剛剛講說最常見的就是這個 三三不定時 或是你會減肥的族群 那這種族群我會建議他 多以這個蛋白質 來當作這個補充的能量 因為你要減肥 那你多吃一點那個肌肉為主的 那你會增加飽足感 其實我們一天需要的鐵 男生大概是10毫克 女生因為有旌旗這個血的漏 所以你需要大概有15毫克左右 那這一些含量的話 像這個鵝肉 每100公克它含的鐵 就高達14毫克 所以100公克的鵝肉就夠了 那豬肉的話 豬臉頰肉100公克20毫克 那一般的豬肉也高達12毫克 那我們熟知這個紅肉所謂牛肉 它其實100公克含量的鐵 居然只有六毫克 這麼少啊 那我們還拼命吃牛肉對不對 對 還吃錯了 那吃還不如吃鵝肉 吃豬肉 吃臉頰肉 它的種膽固存還比較低 對 所以另外一個吃素的族群 就是建議 這個如果說你是貧血 那你要多吃一些顴骨或是豆類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含有的這個鐵的 其實每100公克紫菜 更高 比所謂的動物性更高 但是我們一天攝取其實不用這麼多 像這個花生它高達29.5 那紅豆也是9.8 這個紅餡菜高達12 所以植物性的鐵的含量 不會比動物性低 但是動物性它含的是所謂的 血紅素鐵 什麼意思 它是會運鐵蛋白 所以就是它鐵含量雖然不高 但是它的吸收率是素食植物性鐵的三倍 對 所以如果這樣到對等的話 牛肉是6的話 那植物就要到18以上 等於是相等好 類似這麼說 對 所以吸收率還是有差 就是為什麼我們還是這樣建議 另外也就是說 剛剛曾醫師講喝豆漿的問題 豆漿裡面還有另外一個很好的東西 叫做葉酸 所以葉酸也跟血紅素的形成有關 它雖然鐵含量高 它可以另外再補充葉酸 而且它在酸性的環境下可以增加吸收 所以吃素的就是說 喝一杯柳橙汁可以幫助鐵的吸收這樣子 它最好就是也可以去點肉 那如果你熬夜的話 海鮮類它的鐵含量也是很高的 像這個文革 牡蠣 它不但有一些清熱解毒的療效 像文革的鐵含量也是高達12.9 其實都滿高的 所以100公克的文革很容易吃到 就幾顆這樣子 就可以達到這樣子的鐵含量 就夠了 好 所以這個 我們在生活習慣上面來提醒各位 那接下來各位準備了全插牌 來 迷思3 迷思3 貧血應該要多吃鐵劑來補血嗎 這個迷思不曉得算是 送分還是很簡單的原因 對啊 剛剛講了那麼多 一直聽到現在 對啦 補充鐵劑啊 所以圈叉 請選擇 圈 叉 鐵劑是那個補充 對 對 鐵車 對 好差 我還是覺得是差 還是覺得差 我以前去檢查醫生 每個人都說我貧血啊 每個人醫生都開鐵劑給我吃 就什麼鐵什麼一顆一顆的那種 叫我每天要照三餐吃 還是每天要吃一顆之類的 我只要一吃完就便利 會 會 而且很嚴重耶 我一吃就便利 我就沒有辦法上廁所 然後又回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問我說 現在怎樣 我說沒有怎樣 一個禮拜沒上廁所 是會這樣 對啊 就不行 他說那怎麼 我說那我就 那個 他說那你就先暫時不要吃 那我就不要吃 因為從小你看就是說 從小學國中都一直是 有這種貧血很嚴重的症狀 所以我媽媽就會一定 定期的就是 好像常常餐桌上就有炒豬肝 然後麻油豬肝 豬肝湯 紅餡菜 炒菠菜 紅餡菜 對 就是我會覺得你 你也太懶得換菜色了吧 一直吃 他說就是你吃 全家誰可以不吃 就是你一定要吃 這就是古老上一代開始 就是逼你一定要這麼做的對不對 所以到底瓶血應該多吃鐵劑來補血 單一鐵劑 可不可以 來 有些可以改善 有些不能改善 其實很尷尬 我上次有說 當然在門診 我們不會隨便叫人家輸血 可能是補鐵劑 我上次跟病人講說 你需要補鐵 他說我每天都有補鐵 我每天一杯拿鐵 我補很多 哇哩啦 這是很像巧 這是真的 很多人以為拿鐵 這是真的 騙人 這不是你自己發明的 這是真的 現在很多小朋友 其實他的觀念跟你想得不太一樣 他會查一些數字 邏輯怪怪的 但是想動開 我觀察喔 但是因為其實 對症下藥 我們不能排斥鐵劑 當你需要的時候 它是一個幫忙 也不能排斥輸血 當你都已經流到 快沒血的時候 你要不要輸血 是藥 也是藥 對 好 那如果不補體 那怎麼辦呢 媽姐有什麼偏方 因為我媽是廣東人 所以他們就很會 煲湯 燉補之類的 我媽就以前香港 有說對女生很好的 什麼白鳳丸 我媽也會買那個白鳳丸 回來燉當歸 或者燉雞酒 什麼的給我吃 可是好像我對 你知道嗎 後來我就覺得說 每天我只要吃到當歸 我就頭痛 後來我就跟我媽說 我說媽 我以後 再也不要吃當歸了 你不要再放當歸 我說我每次吃到當歸 我媽會頭痛 媽媽說好 那有一天我要去上班 要臨出門以前 我媽就是拿了一碗湯 說快... 我說媽 我來不及了 我媽說我要出門了 我說妳趕快把這碗湯喝完 我們就算了 我說好... 我就咕咕喝完 我就頭痛了一天 然後我就頭很痛 去主持節目的時候 我都記不起來 妳的注意力沒有辦法集中 你知道 妳都記不起來那個流程 什麼東西 就覺得很沮喪 然後回家 我媽就很高興地跑來問我說 她說妳今天有沒有怎麼樣 我說 妳今天給我吃了什麼 我說妳是不是今天給我吃了什麼 不然妳幹嘛這樣問 她就笑 我媽又煮了那個雞酒給我吃 她裡面放了當歸 我說媽 我就跟妳講 我不要吃當歸 她說我以為妳是心理作用 看到當歸就會頭痛 她再試一次 對... 沒有笑 不要讓妳知道裡面有當歸 像我看妳會不會真的 妳媽好科學喔 科學 她一定會覺得我是心理作用 但妳很好笑 當歸味道很重耶 那英文就知道啊 因為她有放酒 她就想說這樣會把那味道 要壓下去 那我不知道我就會把它喝下去 可是我真的每次只要吃到當歸 我就不舒服 不是酒的問題 不是酒... 真的喔 好 當歸真的會補血嗎 我才想問呢 當歸會不會 會嗎 她是中醫裡面補血的代表方 對 但是會貼痛嗎 為什麼會頭痛 因為剛剛馬淇有說 這血紅素只有6的人 就像平常沒在運動 你就要去跑馬拉松 一下子補 它補血效果太好 太強了 所以你一喝一定頭痛 再加酒 酒可以幫助補血的效果 而且當歸很好玩 它補血又活血 所以它補血原理不像鐵 什麼提高鐵啦 什麼不是 它是在血液的這個循環裡 所以它是全身血液的調節 它會往上衝 心臟一打出來先到腦 所以你一定是覺得頭暈 頭暈 量太多了 其實香港有研究 一個長達13年的研究 它研究貧血的人 喝那個 只喝當歸或是當歸 再加上黃旗 因為黃旗補氣 她媽證實這個理論說 補血的效果 再加上補氣 如果是循環 這樣會不會更好 結論是 黃旗跟當歸5比1 補血效果真的是最好 阿龍蝦你都不吃 我媽比較 我媽很少幫我補東西 我都是自己補 然後所以我就是 這幾個月就是經期結束 因為大家就是會吃四五 可是我以前吃四五湯 我一定會要嘛鎖喉 要嘛就上火這樣 都太補了 太早了 然後所以我就是請中醫師幫我調 比較不要那麼上火 然後不要那麼補 但是補一點點這樣子 然後我就這幾個月這樣試著 在經期結束之後 喝大概五天吧 都只喝這樣一小碗一天 然後我就覺得差很多 就是我之後經期來 改善很多就是我本來都會滿痛的 然後但這幾個月都可以順順的 讓它過去這樣子 喝什麼 那個是 你比較有體力嗎 四五湯 可是就是中藥 就是我真的自己熬的那一種 然後我平常 而且量不要太多對不對 對 一天一碗 對 我就喝一點點而已 是喔 我通常都會一鍋 難怪 難怪 什麼東西都巨量喔 他一生說叫我不要偏食啊 另外還有食補嗎 我就是會平常會吃這個 就我有時候會突然很想要吃紅棗 然後我想說紅棗好像有聽說 人家可以拿來當零食 我就直接把它拿來當零食 當零食吃啊 對 但不是在經期的時候吃 就是我覺得我想吃的時候 我才會吃 我喜歡吃黑棗耶 紅棗可以補血嗎 我也不知道 一粒小小的紅棗 其實補血效果算不錯 從比較科學角度來講 它一百克含的鐵質 是二到三毫克 所以在植物性的這個補充品裡面 算還不錯 那它還有一個功用就是說 它可以搭配其他的食材跟鐵劑 它一起吃的效果會更好 所以它比較擔任一個配角的角色 所以一般都是拿來當調味料 它還有主要就是補皮味的功能 因為剛剛講過 跟腸胃的吸收力有關 所以你腸胃如果不好的人 鐵吸收會不好 所以它的角色會比較便宜 輔助搭配的角色 而不是完全鐵質補充的這個位置 但如果雖然它是一個輔助 像榮家沒事就當一個點心 這樣吃個幾顆幾顆幾顆 一天吃個可能 對不對 這樣也可以 所以偶爾吃是當歸湯 偶爾吃幾顆紅棗 對於這個保養是還不錯的 搭配著 對 那陳醫師 平血的你會建議度是什麼呢 這個世界有人窮到只剩下錢 也有人補到只剩下鐵 我要先說一下 補到只剩下錢 因為大家講到平血都一直在補鐵 我們剛剛一再地講 其實在飲食上 平血的影響是全身性的 我呼應一下彭醫師跟他講 在你平血食補的時候 不要下肢過量 我們最害怕的就是怎樣 今天有一個明星食品出來 他每天都吃這個東西 那其實你剛剛可以看得到 除了補鐵以外 還有維生素B 葉酸 以及所謂的蛋白質 這些東西是一組的 它才能吸收進去 跟載到你要去的地方 維持紅血球的正常性 所以簡單的來講像鐵 大家只要看到顏色深一點的 不論你的紅棗黑棗 我相信深色食物裡面 大概都是會有的 那第二個在維生素B群 其實也是內臟類 或者粗糙類的 超磁類的 其實也會有 那最後一個其實蛋白質 蛋白質我必須要講 其實我建議大家均衡就好 我們常門診會看到就是 真的是鐵很強調 它真的什麼東西都是鐵 你去吃到什麼呢 鐵會沉澱 鐵一下補充太多沉澱的時候 會造成肝的受損 所以它下一步是 所以剛剛好就好 不要早上吃紅棗 下午吃黑棗 然後晚上再補一個巧克力 這樣是危險 但是均衡地吃 其實這三個同時並進 而且食品 食物取代食品 我覺得這是最棒的 很多人不以為 尤其吃素想要補鐵 他就誤以為說 櫻桃鐵很多 葡萄鐵很多 對 蘋果鐵很多 是 他們三個都排不上前五零 水果裡面我告訴你 番茄的鐵都比他們三個多 是 誰叫 連草莓都比他們多 是 所以這三個店要補鐵 你就想不想 你就是會葡萄多 番茄紅了醫生的臉就綠了 對 而且番茄還比較沒有那麼甜 是不是 所以如果真的那個 冰菜那裡桌子 尤其今年的櫻桃非常貴 它不用 番茄就可以 番茄就很好 那番茄要煮熟的吃還是生的吃呢 如果是蔬菜的就煮熟的吃 小番茄就生的吃 彭醫師 那請問 我如果說我們女性朋友 在生理期當中 有沒有辦法擬定一個計劃 讓大家不缺行的 我真的有一個滿好的建議 因為女生特別有這個月經可以調 大家可以結合這個中醫的理論 因為我們剛好有四個週期 所以我們就可以從行經期就一到七天 然後第二個階段就是在排卵前的 這個軟泡要漲的時期 第三個階段就是剛好排卵破卵的那個時候 然後配合破卵後漲這個內膜的這個部分 來做分階段的調理 排精血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說 身體的魚要把它去除 所以我們會多吃一些 比較有力精水的排出的東西 中藥常見的就是桃仁紅花這類的藥材 那其實像花生它的含鐵量高達29.5 其實含鐵量也不錯 紅糖更是高達49.2 所以這兩個東西 如果說你真的精血量多 吃這個東西在後期 已經收縮得很好的時候 可以幫忙補鐵 那在排卵之前 有的人它的內膜會長不好 因為這個時候激素的關係 這時候我們都是建議枸杞 枸杞的這個鐵含量也是高達14.6 所以比一般的植物算蠻多的 所以很推薦大家吃枸杞 那羊肉是因為蛋白質它鐵 它的結構裡面也有N蛋這個成分 那如果排卵之後 我們就是要記得 有的人他破卵的效果不好 尤其是那種不孕的人 單身他可以促進活血化育的功能 不是一味地補 補之後還要通落 行血通筋的效果 那還有推薦這個海澤皮 或是單身 或者是這個海生之類的食材 那最後內膜長出來之後 我們就是要好好地補我們的腎羊 看是要為受孕做準備 或是為下一次的月經週期做準備 那前期推薦的都是一些熟地皇 紅棗剛剛講過的這些食材 那怕胖的當然是可以吃吃牡蠣 或者是一些酒釀幫助消化這樣子 紅棗為受孕做準備喔 我們家都在準備啦 好 所以平血我們這樣子一整合下來 其實就如同我們陳醫師說的 它是一個症狀 但是也是一個疾病 所以當你有一點點不舒服 有一點點那個貧血 暈眩任何的感覺的時候 先找醫生好診斷一下 比較好 對 我們大家美麗又健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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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